你这身衣服是哪定做的 关你什么事啊 我老不知道他拿着哪个套让我钻进去 别瞎说 拿我套的事这里头 前财后财 怎么了你这是 郭德纲主持水平有多牛 一步留神把车开上高速 柳妍生怕老郭给自己下套 千房万房还是掉进他时的包袱里 果然是说相声的 说起话来那自然是不扰人的 话说的似是而非 让柳妍大为尴尬 只能在旁边陪小 一旁的老郭真是坏 眼前的柳妍已经笑场了 他还不忘补刀 我们只不过说了一个注意安全的话题 你这何必呢 果然是英雄不问出处 流氓不问岁数 由此可见 老郭在圈中已经是公认的流氓形象 就算用漂白即洗都洗不白了 比如柳妍调侃两人是牛郎之女 老郭立马盯上了柳妍的打扮 搬出了法海和白娘子 老郭穿得像个白娘子似的 我捣饰的跟法海似的 待会我就收了你 柳妍和别人搭档是工作 和老郭搭档是现场听象上的 当然这都是表面现象 在台上只不过是过过嘴也 众所周知 在娱乐圈这样鱼龙混杂的地方 总会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 有人说郭德纲太敌俗 事实证明老郭的功底不是盖的 这词叫什么呀 我愿意 哎呦我的天哪 我没看见 什么都没看见 但是我一低头发现地板是反光的 不得不佩服老郭的反应能力是真快 主持人的裙子被风吹了下来 场面非常尴尬 郭德纲说了两句话来解围 他不仅能做到见缝插针 还能得体地遮掩一些突发情况 将尴尬转化成笑料 众所周知 老郭不仅是相声演员 在主持界也是享有名嘴的称号 所以调戏女嘉宾也是常有的事 您是今天正经的主持人 我算主持人家属 接下来还有什么牛人要展现一下 没事吧这个 老郭完全长在了柳妍的笑点上 两句话导致柳妍直接笑场 就连手卡都念不下去 很随意的一句话 柳妍都能笑到不停 这两人在一起主持 也算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有人说老郭就爱调侃女主持人 事实是这样的 老郭到哪都不忘占便宜 不愧是流氓头子 老郭堪称主持界的天花板 当贾玲遇到郭德纲 两人互相调侃 瞬间说成了相声专场 而且还带着女神上了高速 若是当主持人 没有一个能逃掉她的调侃 老郭虽是女明星的克星 但还真有人能制住她 俗话说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礼爱一个拥抱动作 既懂礼貌又暗访了郭德纲个子爱 画面瞬间尴尬至极 不过这身高差也太萌了 果然老郭的身高是硬伤 都知道老郭耍嘴皮不落下风 下一秒直接来了个现实棒 那春节忙什么呢 就是忙着过年了 忙着收红包啊 现在还谁给你红包啊 我是广州人啊 像广东人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只要没结婚都能拿红包 你这红包能收到死 咱也不知道老郭是来得罪人的 还是来主持的 一句话就能让李爱面红而吃 老郭一顿调侃 导致李爱不淡定笑场 这是有多大仇恨 台上专网费管子痛 果然都不是省心的主 一个敢说 一个敢接 这大概就是人精遇到人精了吧 由此可见 郭老师也是一位最强王者 别看平时在台上谈笑风生 各种虎狼之词张口就来 生活中却是非常内向保守的人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您还知道老郭的哪些主持人场面 欢迎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订阅